欢迎各位伙伴加入我国远洋渔业的行列 台湾远洋渔船作业范围遍布三大洋 渔捞工作非常具挑战性 为确保您工作期间平安顺利 请您务必注意自身的工作权益 在您确定要加入渔船团队之前 您会与台湾船主签订一份劳务契约 同时再与台湾仲介签订一份服务契约 内容包括契约期限 工作内容、工资、保险、交通费用、休息时间 劳动保护、意外伤病、仲介服务、借款、义务、违约处理 争议解决等几大项目 接下来将允许说明每个项目的细节 请您在签约时务必特别留意 签约开始与结束的年份、月份、日期都应清楚记明 要是渔船作业期间恰好跨越您的签约期限 则期限会自动顺延到该行次作业结束 当签约期满 如果您与船主同意续约 双方需重新签订新的契约 您在哪一艘渔船担任的工作与职务范围是受契约保障的 在没有取得您的同意或是未一规定完成转船手续之前 任何人都不得以强迫方式调动您至其他渔船工作 三、工资 船主除了提供您船上饮食之外 也应该依照与您约定的方式全额给付工资 您可以要求船主以现金支付 也可以请船主把工资汇至您的指定账户 手续费用由船主负担 工资每个月不应低于550美元 当您领收工资或船主额外给予的奖励金时 请记得在单据上签名或盖上手印 确保您自身的权益 四、保险 船主应该要为您投保人生意外、医疗及一般身雇保险 其中医疗时之时付应该不低于新台币30万元 一般身雇保险额度应该不低于新台币150万元 五、交通费用 从您的国家出发到渔船所在地的交通费用 由船主负担 但若是因您的因素为置服务于船并随船首次出港 则您必须自己负担出发至于船之交通费用 在契约起满后 您返国的交通费用原则上是由船主负担 但若是您在受雇期间因违反法律导致被送返 或因您个人因素提前解约 则您必须依比例自己负担返国交通费用 六、休息时间 根据规定 您每日的休息时间应该不低于十小时 而且至少应有连续六小时之休息时间 任何七日内加起来的总休息时间应该不低于77小时 但因为渔劳作业较为特殊 如果因渔船、人员或渔货之紧及安全需要 您在身体状况许可 并跟船主或船长约定后 可以配合延长工作时间 但别忘了另外约定安排补修 七、劳动保护 为维护您工作的安全 在甲板上工作应穿着充气式救生衣 船主应该要确保于船上 备有足够且完好的救生设备 例如救生艇、充气式救生衣、救生圈等 另外为方便您执行职务 船主应免费提供工作所需的装备让您使用 例如雨鞋、手套、防寒衣等 八、意外伤亡 如果您在受雇期间内意外受伤或生病 船主应就近安排治疗 尤其当伤害或疾病是执行职务所造成时 船主应该负担您的医疗费用 万一您不幸地无法立即治愈或甚至死亡 船主会将您及您的财物送交您指定的人 送返费用由船主负担 仲介机构也会协助联络您的家属 处理善后及保险理赔 但如果您的伤害或疾病不是执行职务所造成 且意愿判断您短期内无法正常工作 船主可以提前与您解约 九、仲介服务 仲介机构提供的服务包括 办理您到台湾渔船工作所需要的文件和手续 安排接送您到工作地点 即契约起满时返国,协助您与船主沟通 仲介也应该告知您船上的工作和生活管理规则 安排您到指定医院 接受健康检查、翻译咨询等 您务必记下仲介机构的紧急联络电话 及时反映您遭遇的问题 在您与仲介机构签订的服务契约中 会详细列出办理各项文件 手续、健康检查等 需收取费用的项目及金额 仲介机构不应该在合约之金额外 再向您收取服务费或招募费 10.借款 当您有需要向船主或仲介机构借款 或是请他们先帮您垫付费用时 应在单据上 既明债权人、项目、金额及偿还方式 一定要由您亲自确认后 签名或盖上手印 任何人均不得违反单据上约定的偿还方式 更不能擅自预扣您的工资 作为违约金或赔偿费用 11.特殊需要 如果您因为宗教信仰或风俗习惯 有些禁忌或特殊的需要 请事先告诉船主、仲介机构、船长及干部 12.义务 您应履行契约并遵守台湾及港口国法令 因爱惜船主、船长及干部所提供各项资源 不得滥用 服从船主、船长及干部的合理指挥 不得有要挟人员、聚众斗殴、破坏公务、善离职守 借顾不随船出海等行为 更不得惜有枪支弹药、毒品或违禁品 为了让仲介机构顺利办理您的文件和手续 您必须提供正确的个人资料 要是因为资料不实导致出入境问题 您必须自行承担责任 若您想要提前解约 应该事先通知船主或仲介机构 但请注意 因您提前解约或违反义务事项 而使船主或仲介机构遭受损害时 除非有不是您所能控制的事由 否则您必须负赔偿责任 同样的 船主或仲介机构若提前解约 导致您受损害 他们必须负赔偿责任 14.签约 船主和仲介机构 应该给您充分的时间审阅契约内容 在您清楚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后 才分别与台湾船主签订一份劳务契约 与台湾仲介签订一份服务契约 也请您记得 您手上必须持有您所签过的每份契约 建议以手机拍摄储存契约等重要文件 以方便查阅 我们希望为您打造安全友善的工作环境 要是您遭遇任何工作权益损害 劳资冲突或不当对待 请您不要迟疑并尽快反应 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 在台湾时您可以拨打专线1955 免费提供中文、英语、泰语、印尼语及越南语之咨询申诉服务 在台湾以外则拨打 加886-2-8073-3141 或向台湾驻外管处、观察员、检察员、驻外专员提出申诉 也可以在渔船返回台湾港口时向检查人员反应 渔业署已建立外籍船员互动服务平台 以中文、英语、印尼语、塔加洛语、越南语等文字 提供船员权益相关资讯 远洋渔船基本资料及线上申诉表单 您可以在受雇前先上网了解未来工作渔船的情况 或透过平台提出申诉 政府会充分保护申诉船员资讯 保障船员应有的权益 期待各位伙伴快乐出航 平安而归 农业部渔业署关心您